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蔡英文講得對 他說不讓地方成為黑金的溫床 對 講得很好 因為黑金的溫床不在地方 在中央 他講對 講得很精準 為什麼會在中央 就是大家都質疑 黃針國是天道盟的要角 天道盟是臺灣最大的黑道組織 然後黃針國是你的國策顧問 不在中央嗎 那國策顧問是在地方嗎 那你由國策顧問一手手操控的 你很厲害啊 你幫蔡英文競選總統成功 你幫蔡英文穩定政權 連賴清德要挑戰蔡英文的時候 你都有辦法把他擺平 有本事真大 那再來呢 這個要扶這個吳英農 當臺北市黨部的主委的時候 你有辦法要臺北地方所有的黑道幫派 來到民進黨的黨部裡面當委員 扶持這一位吳英農 然後你有辦法把黑道家庭的要角來弄來 當臺北市黨部的執行長 現在又要全力總動員在扶植這個陳時中 你讓我們看了做什麼感想 這個黑金是這樣玩的嗎 有需要玩到這種程度嗎 第一個 第二個其實黃三三也不用高興的太早了 為什麼 最近這兩天黑道的所謂的八八會館 八八會館誰去過啊 柯文哲啊 還有啦 還有我們童中的蔡壁爐 蔡壁爐啊 都去過啦對不對 聽說在內湖啊 我在內湖當立委混了快二十年 我從來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好康的地方啊 你柯文哲不過當個臺北市長 沒幾年你就知道有這麼好康的地方 而且那個地方啦 警大校長可以去 我老天你啊 那個我們 這個董哥很清楚嘛 警察如果要跟特定人士見面 是要事先報備的對不對 事後還要寫報告 事後還寫報告 即使偶遇的話 當天要打報告出來 那違反這個規定 對不起 馬上調職 現在民進黨 有嗎 內政部長這個 被質疑是黑道律師的 這個 徐國勇 那請問你 內政部長是黑道團體的律師 國策顧問是黑道的大頭 那總統是坐在黑道的溫床上面 來執掌天下 那你告訴我們說 地方不應該有黑道 那廢話 你講的中央有黑道一大堆 也不稀奇 那你現在扯到什麼 我聽到八十八 我本來以為八八節是講爸爸好職業 現在不是八八會館以外 還開八十八槍只要兩萬塊 這個比到BB場的門券 BB槍的遊戲場的門券還便宜 這個是什麼世界 還有你今天桃園青浦發生的 台灣版的柬埔寨案 要不是新北市警察局追 所以請問你桃園市警察局 在鄭文燦底下能夠去做做案子嗎 你這一掛接一掛 讓人家不寒而栗啊 我要問一件事情說 台灣以及每個世界 都有黑金的問題 但是你一個政治人物 已經到了這麼高檔的中央級的人物 何況是國家領導人 你有需要把黑金往自己身上拉嗎 然後再告訴大家 我們努力終結黑金 我們會拼勞命跟黑金劃清界線 是嗎 你講給誰聽 所以講完就是說 這個叫英系是黑白共治 他指引咬這一個重點 這個董哥也可以補充一下 我也聽聽看世修怎麼看這件事 因為蔡英文喊出了口號 就是自己心虛 終結黑金奪回正義 好好笑 總統府就是黑金的集中地 不用講對不對 還有人在那邊當狗車顧問 那是怎麼樣 所以他們還不爽 還去告謝寒冰 說你怎麼可以講我黑金 那檢察官說 Google Yahoo 搜尋說 有啊 你以前就是這樣啊 這檢察官幫謝寒冰 還清他的那個被告的 那個所有的相關的資訊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民進黨他的黑金跑不掉了 包括過去的趙家 北投趙家 然後包括這次的八八 這個招待手 對 這些 你看柯文哲去兩次 柯文哲過去目光如神 你知道嗎 他發現了內湖 既然有三老鼠 分級長不知道 所以把分級長把他逼走 這個分級長叫張夢霖 張夢霖說我們內湖 你哪來的三老鼠 栽贓人家你知道嗎 那大家可以看到柯文哲 對警察就這個態度 可是他對於這個招待手 他其實很清楚 這些人是什麼背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民進黨在民進黨裡面 當警察很辛苦了 警察是過去 不管誰執政 他的長期培養 從警察大學或者警專 他兩所學校在培養 培養你讀完了不是 就可以當警察 還要考試 你要考過的才可以當警察 也是要有證照的 那這個很辛苦 但是現在警察 最主要不是你要考過 或者你將來要 要有哪一些 讀研究所或什麼 不是 現在警察 你有一樣功能 一定要學習 跟黑道打交道之外 你還會學會折蓮花 你蓮花折不好 你想升高官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 習高雄他們最清楚 他到哪裡 警察就跟到哪裡 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們真正的大老闆 不管在哪裡 喜相逢 對不對 爸爸喜相逢也有可能 所以這些人 大家看透了 民進黨講一套就要做一套 習高雄當初怎麼起家的 白狼就講很清楚 他那時候民進黨要黨內出選 他自己人頭不夠 我們派小弟去當他人頭 民進黨的人頭是竹聯邦提供 是好來 最後一點點時間 這個世修換個話題來 這個民進黨現在是真的打選戰是沒招嗎 還要用韓維拉 韓國瑜 韓國瑜 我們指的是韓國瑜 為什麼 蔡英文呢 合體的幾個新竹市 基隆桃園候選人 然後特別強調四年前高雄市民的選擇 讓高雄市政慢了兩年 好可惜喔 然後也有高雄的立委 特別跑到 你看 北上來到桃園 說希望桃園不要重蹈覆撤 因為呢 惡夢什麼讓高雄市政停擺 都是因為韓國瑜 那最近我們看到韓國瑜 其實呢 也在跑很多的選舉場子 為候選人們造勢 那最近看到就是 謝國良團結勝利大會在基隆 突破兩萬人空前盛大 還打破基隆近十年來 最大的一場萬人造勢記錄 那麼包括 馬英九 侯友宜 羅志強 王洪威 都齊聚在基隆 那麼韓國瑜也在站台駐獎 整個聲勢顯得相當的浩大 現在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難道是因為 他們在怕韓國瑜嗎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在 害怕2018年的噩夢 那這2018年的噩夢 很大一部分就是韓國瑜 給民進黨帶來的威脅 尤其是高雄市 可是他們現在有點記憶錯亂 他們把2018跟2020繳在一起 包括像前陣子 鄭英鵬那個時候就說 不要讓桃園重蹈高雄的覆轍 可是大家回想一下 2018年的韓國瑜 是受到高雄市民歡迎的 因為高雄市民 長達十幾年來 受到民進黨的統治 高雄沒有變好 那韓國瑜他確實帶來一個希望 而且後來韓國瑜 真的當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他請了很優秀的副市長 還有其他的幕僚 跟事務官的人選 就我們平心而論 我們先不論後來總統的爭議 韓國瑜在當高雄市長短短的期間之內 高雄的市政是不是比往年好 是 我覺得這個大家都有目共睹 但是民進黨他們永遠 對他們來說 韓國瑜就是一個永遠的噩夢 所以他們現在是開始錯亂說 韓國瑜很討人厭 所以現在韓國瑜到處幫國民黨的候選人站台 韓國瑜又復出了對不對 所以又在說什麼 韓國瑜又有野心要重返政台 很多留言在傳 可是其實我們認識韓總我們都知道 韓總其實他這件當然就是意氣相挺嘛 所以他幫很多的縣市長候選人 甚至包括議員的候選人都他們站台 現在韓總自己呢他就在做公益 他希望有這個良好的社會形象 能夠幫社會做更多的貢獻 這樣就很好啊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你們到底在怕什麼 你們在心虛什麼 你們在害怕當年在你們執政的 這種升率的票倉 有太多狗屁倒灶的事情要被挖出來嗎 包括像這一次的台南啊 高雄啊 謝龍介跟柯智恩非常非常拼啊 但我們知道可能他們勝算可能不大 可是韓國瑜還有國民黨這些大咖 也都下去站台 因為我覺得選舉就是一個民主社會 這些政治人物要帶給人民希望 而且在過程中我們要不斷不斷去努力 然後去檢討過去執政黨 做不好的地方 尤其哪些貪官污吏 貪污舞弊的 通通給我挖出來對不對 不管是桃園也好 新竹也好 高雄也好 台南也好 通通挖出來 海皇鮑魚干貝A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馬上升級 他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呢礦物質遠高於魚翅啦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